虽然市府是积极的打造幼儿教育环境 不过台中是有许多保姆对行政院所推出的 准公共化契约还是有许多的新生要吐露 因为这个契约的签订期限是在9月底 不过目前台中是合格保姆的签约 仅达7成左右 有部分保姆就认为政策上路太过仓促 这是一纸不平等合约 24号这一天数百名的保姆向家长请假 前往道市政府怒吼抗议 拒绝政府绑架回归市场机制 以及自尊自海不占名额 并递交出了诚情书 强调不应该让政策让领友政召的合格保姆一分为恶 跟家长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政府广场前上百名保姆高声怒吼抗议准公共化契约 更递交了诚情书 他们愤怒9月底不完成签约 0到24的家长们在年底前每个月都将损失500元 而到了明年度损失更大 6000元的补助恐怕全没 保姆们认为自身的权益被抗住 完全是一张不平等合约 为什么政府要把我们分为 不签约保姆就不优质呢 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也是站出来替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们发声 他们不应该选择了有证照的我们 却领不到一般孩子该有的补助款 还没有签约他就把那个都发通知给家长 让家长给我们压力说 市政府跟他们讲说不签化 年底以后他不能补助了 所以他现在在恐吓家长来威胁我们 非常的明显 台中市保姆们认为 婚姻政策让他们一分为二 而市府社会局强调 签约之后与原先的协力关系 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但保姆们不认同 认为实行不到50元就无劳保 收费应该要重新检讨 并提出了八大诉求 包括终止过劳不当的廉价工具 反对同工不同酬 要防我工作权生存权 以及三等亲以示统真等 让政府家长跟保姆间可以达到三亿的局面 我自己的小孩儿子我不能够申请补助 必须脱个别人 所以我认识的保姆真的就是 自己的小孩给别人带他自己再去当保姆 这个是照理说小孩子给自己 父母带是最好的 其实家长也希望自己带 因为工作没办法 可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保姆有保姆的弱势 这样子的弱势只会造成保亲关系的紧张 最后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托育品质环境 我们家长也不敢生孩子 签约的部分主要是希望在价格的部分 做一个范围的部分的规定 那因为也要保障 主要也是要保障家长们送托的权益 而不是说在价格上被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他签约 那必须还是说 总共工化这个签约的部分 从来就不是强制性的 那只是建议说 如果在9月30号之前有完成签约 是可以回溯到8月1号 但是如果保姆不签约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台浪市社会局解释 保姆也能申请调费机制 签约准公共化 每年肯申请调费最多1000元 而台中市收费的天花板上限是17863元 一样零有政府核发执照 但却一再地被合约绑架 保姆们满富補税 是人家话台中采放到